六四縣巴黎交流道扎道 在上午則是發生了連環車禍 一輛砂石車疑似砂車失靈 衝撞前方的貨車以及轎車 一共實車連環狀 其中一輛白色貨車遭到夾擊 駕駛一度受困 被救出十人 傷重不治 休旅車準備開下交流道 但是下一秒後方車輛連環追撞 休旅車被往前擠 擠到引擎蓋整片翹起 換個角度看 只見一台砂石車夢的往前衝 車體零件瞬間四散 好幾台車撞成一團 還有一輛白色小貨車 被夾在兩輛砂石車中間 車頭已經扭曲變形 車輛砂石失靈 那你那時候有看到前方 已經在等紅色嗎 有 從 從 從 對方回到砂石 對 肇事的砂石車駕駛工程 是因為砂車失靈 才會造成意外 十四號上午十點多 兩輛砂石車 開在台六十四線快速道路 新北市巴黎中華路砸到出口 後方的砂石車卻突然失控 直接從外側撞上內側車輛 十台車撞成一團 一台白色小貨車還遭到夾擊 37歲的弧性駕駛一度受困車內 被揍出之後還是送醫不治 整起意外造成兩人受傷 一人死亡 現場滿目窗移 還有轎車被撞進前方車輛底下 車體全都變形 這一連環撞 佔置雙線道回堵了三公里 直到下午三點多 才恢復正常通行 警方調查 現場所有駕駛都沒有酒駕 怎麼會撞得這麼嚴重 還得調閱畫面持續釐清 這裡有停電車視頻CMH報導